你们一直以来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我好像生活的世界到底是现实还是在梦里面 其实对我来说啦 我其实从小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概念了 我通常会跟人家讲 Life is a game know the rules and play it to your bestest of potential 生活是一个游戏 来当作我生活的一个moto 就是自己想活怎样 就怎样活这样子 只是要知道那些法律跟规律 然后我就可以玩得很痛快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上呢 这个意义之上我们就是存在是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 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游戏里面 像之前有几个movie像那个The Matrix 我想象成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一直以为生活用紧了 这就是反正一个游戏罢了嘛 但是我们只有一条命 死了就没有的再Revive了 没有的复活了 我小时候就比较天马行空一点 其实我很小很小开始 我就觉得其实我看到的东西是假的 我很喜欢就想这种奇奇怪怪的 因为我平时我就算走在路上啊 我都会问我自己 如果现在有辆车装上来我会怎么办 所以我小时候啊 就是觉得自己可能眼见的事实是假的啊 这个瞬间最强烈的时候是我上厕所的时候 我会问我自己 其实我上着这个厕所不是我家的厕所 其实是一个open area 全部人其实看着我的 我有种很奇怪的想法 你懂吗 因为可能是小时候看戏看太多了吧 还是什么 可是我一直觉得 其实到现在长大后还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 虽然我的身体在这个空间 我看到的是在这个空间 可是其实真正的我 不是在这个空间 可是我觉得是make sense的 就好像 因为有时候它会发生 你身边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些 超乎你能解释的事情 就好像那个时候 我跟你说 那时候讲那个我过马路过highway 我真的是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退我的那栋 我不是在讲那种神鬼的东西 它就是一股力量 它就无形中就这样退了我一把 这样 可能那个时候我的求生意志很强 所以前一时钟 我的脑产生了一些东西救了我 真的 感觉就是这样子东西咯 以前就是会觉得 我看的东西跟别人看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会不会它的世界跟我的世界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种给我就是有这种想法啦 就是说我在我的位置 我的身体里面去看这个世界嘛 可是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是进入微星的视角去看到这个世界 其实是不同的东西啦 所以我就觉得 意识 意识这种东西就是 真的是很personal的东西来的 是只有你才有的 像那个老哥有讲到一句说 就是你以为你在现实里面 但是可能就是你在一个虚幻的世界 但是你不懂 但是你意识就是会认为你是在现实 就是你的意识 这样子哦 就是 其实有意识这个东西咯 它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 就每个人都有意识嘛 诶 你要怎样去分辨说这个人有没有意识 像植物人 植物人你觉得他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 照法例来讲的话他是有的 因为如果那个人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的话 他就不是叫植物人 他是叫脑屎 嗯 然后死的时候 几乎是 你把他按了时是不会有问题的 嗯 可是如果植物人 就讲其实他里面还是有在运转的 就是你不可以自下决定剥夺掉他的生命的 我们都有意识嘛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那个成长 跟那个环境 其实也是会有影响啦当然 所以导致我们到最后的那个意识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想法就会不一样 产生出来的人格就会不一样 意思在英文是 Consiousness 就是 whether这个人是 他有Consious没有 可是哦 你讲他Apply去Mindset 他又有一点像 因为你的Consious 你现在有Consious 然后你会影响到去你的Mind 然后你的Mindset 是会因为你自己个人characteristic 还有你身边的这种环境啊 你的childhood啊去影响 再去制定你的一个反应 意识 其实意识就是一个很简化的 就是跟你讲 你现在你是生才是死 还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机器人有意思吗 可能我看太多C了吧 应该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样觉得 阿咪如果你讲到 机器人有意思啦 啊 比如有些C啦 像你讲的那种 iRobot啦 还是什么那种C啊 其实你看啊 如果你把机器人 当作是有意思的话 你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我们 如果你把我们人 当作是一个机器人的话 只是我们是一个 比较加了一个 Empathy 加了一个人情化的一个机器人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机器人啊 这样子你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认同啦 认同俊亮讲 其实哦 说不定我们就是机器人 只是因为我们有血 有泪 有这种系统 这个人没有意思嘞 只能讲 如果你 你做的这个机器人 不够高端 不够high tech 这样他就不够 就他就没有conscious 因为他不会痛 他没有 他没有同情心 他没有爱心 这些 可是如果你制造一个很high tech啦 他会懂同情心 他会懂这些 他会看到那个东西 哦 他会产生感觉 这些 如果你制造到这样high tech啦 这样 为什么我讲人类其实 就是high tech很high tech的机器人 会痛 会有神经系统 像如果你放一个神经系统进那个 进那个robot里面 他也是可能也会有痛啊 只是因为现在的科技没有达到这样子嘛 是吗 所以我们可能是另一个 比如说神啊 或者是就是造物主这样子 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机器人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很 就是很自然的 但其实 诶可能真的是有人 有一个 一个东西 或者一个人去造我们出来 我们不知道嘛 像我 我刚才有讲到就是 这个世界啦 是从 是一开始就有的呢 还是 从零开始的 因为我是觉得 可能这个世界其实是零的 是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 像牢高有讲到一个 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开始 有宇宙啊 有那种星球啊 就是从一个意识开始的 就是开始自空的嘛 是完全没有任何物质 也没有任何生命的 但是就是有这个意识啊 这个 呃 一个想法 一个mindset啊 就慢慢 开始会有atom啊 然后就开始慢慢 慢慢就会有不同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世界毁灭来讲啦 如果有意识这个东西存在的话 这个世界还会再重生 我也这样觉得 所以照美感人的想法来说 其实真正的创世主是意识 就是可能一开始都没有神这种东西的 可能连神啊 连什么都没有 可是就是有一个 一个意识 一个想法 开始出现的时候 这些东西才会有 这样子 很多宗教都是这样子开始的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讲的话啦 嗯 如果是丛林开始 那意思是从哪里出现的 是谁的意思 哈哈哈 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哈哈哈 全部东西也失去了 已经没有生物啊 这样子 那意思要从哪里来呢 就是如果我们死了的话 我们的意识会继续残留在这个世上 可能意识一开始就不存在了 可是他不懂 可能 从哪一天开始 他就 有这个东西出来 然后才会慢慢 从没有到有 我就想到有一个 那种 那种灵异节目啊 他们不是有讲 哪种东西去探啊 探那个 那种wave 看有没有那种 维活的存在 然后就有人开始就解释 其实这个 这个wave啊 还是在探 在探那边 有没有一个意识的存在 所以其实如果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我们人了过后 我们的意识会残留在这个世上 一就是残留 不然就是在一个 pelerial的世界里面呢 总共会有到一个 pelerial世界里 哈哈哈哈 就是鬼的世界咯 对啊 OK 我懂了 如果以老告的那个 嗯 那个 讲法来解释的话 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鬼的世界 就是没有办法解释 别的平行宇宙 别的平行世界 所以我们就用鬼 去合理化 这个存在 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怕鬼 它只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 一个朋友 可能农业就是那个磁场坠落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别的平行世界 有所交流 啊 cross over 啊 脑洞大开 哎 就是还蛮有道理一下的哦 虽然只是催水催水 可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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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很不欸 哈哈 I mean 你你讲到这个什么企业啊 其实我有一个故事要分享了 因为我之前就是那个时候去土耳其旅行啊 就是company trip啊 就是我有跟我另外一个马来同胞一起就住同一个房间 啦 他其实我们晚上有有听改啊 有讲一些话啦 他我不懂 我觉得他有分享给我讲 他讲他可以看到这些 能量型的一些物质的 然后他也是有跟我讲 就是其实在我在我睡觉的时候啦 在我身上会有几个东西在飘着 so 我不懂啦 他是以一个很啊 好像很很relax 然后很open的那种方式 这个就跟我分享不了啦 然后我也是很很奇怪啦 我就问他这个东西看到你可以加入还是什么 他就是纯粹跟我讲没有啊 这个东西就是好像他感觉到有一个好像能量 这样子罢了 很难看得出这些东西的 然后他也是没有好像因为可以看到 然后觉得讲啊还是什么 他就是觉得他觉得这个很normal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normal的东西 嗯 因为他也是有认识几个也是可以看到的朋友嘛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有可能在他的意思上面 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 对我好像我没有看过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虽然虽然我们存在在一个同一个世界上啦 只是好像我刚才早一点有讲到的 我们看到的东西有可能不一样 虽然我们在看着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有趣啦 我就想分享啦 不是想吓人啦 才是企业嘛 哈哈哈 对啊对啊 如果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哦 因为 意思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嘛 所以哦 我要想 为什么哦 他们可以 几个同时 就几个人同时间可以看到 大众所看不到的东西 是因为他们的意思很像吗 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有问这个问题啦 不懂 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跟他们的宗教那个新闻有小小的关系啊 就他那个时候有跟我分享 他就是因为相信这个世界的他们他们有用这句话啦 就是顺其自然啦 我就反应一下啦 就是whatever happens就happen 这样子的有一点这样子的想法 嗯 so当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啊 他们有可能他们会想象成这是一个在上面给他们的一个暗示啊 还是一个方向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很很normal的东西 然后我也是 也是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 他就是有一个同事的老婆呢 他就是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影响 就是有可能会突然喊叫哦 突然好像发电这样子 so他不是一次的 他是好像不懂被一般人承认他是一个比较容易容易被攻击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多多少少有一种信任和那种恐惧啊 就是他就是很相信这些东西是会带来一些他们生活里面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会反他们呢还是什么呢 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恐惧的 所以你讲宗教呢 我讲义士啦 宗教啦 对我来说呢 大多数的宗教都是 都是好像你刚才讲的一般人一起有一个同一个意志 然后创造出来的 这是我相信宗教的所有宗教的来源啦 所以对我来说我本 我自己不相信任何宗教 只是我很喜欢就是 参人家来就得到他们的想法这样想啊 就有时候会去教堂 就是看看一下他们圣经的话 有时候也是会去佛堂就是听听一下他们所讲的话 只是回教堂我比较少去了 只是我就是因为我大多数的同事都是在这个 所以我就有时候会问一些比较sensitive的问题啦 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 虽然是宗教啦 这两个字 但是他们来源的那种想法很远 他们有些是这样子想 有些这样子想 有些这样子想 可是我总结来讲 我相信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啦 都是以从一个好的一个来源 来啊 怎样讲 伸展出去的啦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其实我对宗教的理解 没有到这样悬浮啊 就是纯粹是 要讲你们现在拥有的这几大宗教 就是会教佛教跟基督教 从最一开始的时候 很原始 已经有那些 拜树 拜石头 的所谓这种 什么叫 纯粹是因为 人他们需要心灵上的季节 他们需要靠一种 就是 无形的一种支持 去支撑他们 因为 当时候的他们就是 比较 比较 保护能力 有这样高 就是 很容易会被野兽吃掉啊 还是 又不懂要怎样 造一个更好的 更好的居住环境啊 这些也不懂 明天有没有饭吃 有没有翻开 这种情 所以他们就会做这种 让自己心灵上 会更好的 一些举动 去支撑他们活到明天 这是我对宗教理解啊 然后 为什么会后面 去开始延伸这几大宗教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比较make sense 他们讲的故事很好听 你没有发现到每一个 大宗教啊 他们都有他们这些故事 而且他们的故事其实都很好听啊 而且他们都不止一个故事啊 他们有很多种故事啊 一直延伸延伸延伸下去啊 当时候的人都爱听故事啊 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孔子说故事 会有 会有那些宅相说故事 因为 人就很喜欢听故事啊 只要哪一个故事越精彩 越合理 那个就会变成一个现实 我是觉得宗教这边呢 我觉得是 呃 其实都一样 大家就是 都是 目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让这个 这个 他们 要宣扬好的东西 然后教人家好的东西 但 像以前 这样拜树啊 拜神 拜拜拜石头 这些啊 就是他有一个东西 可以给他去 信仰 就是相信 这些东西 会绑到他们 就是可能他们 就是有一些问题 要解决 可是自己解决不了 这样他就要 就要 可能我们 一般是讲求人嘛 但是他们 求人可能求不到勒 这样就要求神嘛 求这种 这种 呃 本身其实是不存在的东西 可是他求下求下 结果得到了 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 其实我会以这个 吸引力法则来讲 会比较 哈哈 我比较 比较 想要用吸引力法则来解释 这样的事情 可能他们是另的哦 意识跟吸引力法则 对 就是有这个意识开始 然后你就一直 每天去想 每天去想 然后他发生 然后你以为那个神是在帮你 其实是你自己在帮自己 有没有想过 其实 其实你就是那个神 所以我们是相信的 就是 当你 呃 在想这样东西的时候 最无形中 你会去吸引一些 类似的这种情况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 他很 个人 去解释这个东西 这是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 ok 我们 就有 就是我们跟 分里面的人开会的时候 其中一个是很虔诚的 基督教 然后 他就讲 他最近有在做一些公益活动 就是 呃 一个组织是帮你准备 raw material 然后你去栽 你栽了那个 raw material 回家你煮好了 然后你要准备 总共最少20人份的食物 煮好了 你再把它带回去那个地方 他们会去拍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 他就讲 他 对这个很有兴趣 他带回来 那个 raw material 因为他有限制的 他就讲 几天内你要煮好 然后你要放回去 这样子的 可是他觉得他没有那个能力 去煮20人份 他讲 somehow God is amazing 他一句话就是 God is amazing 他讲 他听到我 上帝听到我 他就 让我的 neighbor 打电话给我 上话 他的 neighbor 就问他 你最近有没有在做一些carity的东西 我很有兴趣 有的话我加入你 他讲 就是这样机缘巧合 可是 这整个机缘巧合 他用上帝听到他 去解释 然后 嗨俊勇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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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在另外一个小视频 也是 缝里面的其中一个人 可是那个时候是 还没有 还没有听到这个 上帝听到我的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讲一个女神 因为我们老板 就是之前有讲我们这种 八二法则 还是什么的 他讲他生日的时候 他收到他朋友送了两本书 一本是八二法则 一本是讲habit的 他讲 他朋友从来都不会送他书 可是他生日的时候 他就送了他两本 一本八二法则 这是他放过的 他就在想 其实是因为他的朋友 有打过电话进来firm 然后问他们最近怎样 他的朋友是需要什么类 什么 什么 什么样的礼物 可是到最后是没有的 所以 可是因为他不是一个 基督教 他就是 可能是五神论者吧 他就用 不明 我就没有办法解释咯 他可能会用比较 现实的方法去解释 可能 他打电话进来 可能老板有认识 我们里面分的人 他就用这种情况去解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嗯 你讲宗教厉害吗 他很厉害 因为他会帮你把所有 你无法解释的东西 归于上帝看着 是很好听的 其实真的 你遇到难 上帝考验 有人帮上帝帮助 说不定 宗教要讲的东西 就是我们所讲 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给人家去相信嘛 但是其实 这些叻 如果对于五神论者来讲 就解释不到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 他们会把这个东西 就是直接合理化 讲是因为 宗教那边 帮到他嘛 对嘛 这样说不定 其实就是叻 懂吗 就是我们 我们因为我们不相信 可能讲 可能因为你不相信宗教 但是其实宗教 它是只是一个名词罢了 其实我们所讲 可能讲吸引力法则 为什么你讲吸引力法则 不是宗教 其实宗教只是一个名词 让人家更加去相信说 哎 你有一个guideline 就是你要follow你宗教的一些 一些 所宣扬的东西 但是因为吸引力法则 只是一个法则嘛 但是他可以解释说 哎 其实他所解释的东西 其实跟宗教讲的东西 是差不多的 只是宗教可能会用 到后来给人家传到 越来越神话去 但是其实他们用的方法 是一样的 他们用的这个自然的法则 其实是一样的 懂我意思 你让我想请我一个朋友 嗯 他是相信一个叫 universe universe power的 嗯 他没有相信任何的宗教 可是他就相信 这个宇宙是充满着力量 他只要跟这个宇宙 去求一样东西 他肯定会得到 所以其实 就好像你讲 呃 不一样的宗教 他们只是用了不一样的language 去诠释这个power 嗯 更好的具体化的 去解释了这个power 可是我觉得 如果更加贴切一点的话 我会觉得 我那个朋友 感谢那个universe power 比较 比较足缺 就是每个人 所理解到的东西 跟能接受的东西 就不一样咯 因为你用universe power 可是对于一些人 就算不要讲他有没有宗教 对于一些人他不能理解 所以宗教这些 都宗教啊 或者是universe power 这些 其实都是一个媒介 一个media吧 你真正就是要 你要用什么管道去理解这个东西 是你的选择嘛 所以就是他只是一个 其中一个管道 让你去理解 去解释 呃 或者是其中一个方法 让你去解决一些问题 这样子 就是 比如说你 你能接受universe的power 可是 有些人不能接受哦 他就是要用 其他的 宗教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去 去 接受这个东西吧 这样子咯 我听到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啦 就也是有 practice this的那个 吸引力法律的 他们很喜欢 很喜欢用这句话就是 the universe is telling me to you know to do this or you know the universe is giving me 就是宇宙在给予我这些东西 宇宙在给予我这些考验 宇宙在给予我这些惊喜 宇宙在给予我 所以他们的想法很 我觉得很 很自然啦 怎样讲 他会把 就是世界上 所对他所发生的东西 很自然化 就 你给他柠檬 他就喝柠檬水 你给他盛 他就喝盛水 这样子的意思吧 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接受那个环境的一个想法 so I mean 有好有坏啦 就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一种想法啦 只是我觉得 这样子的想法 有时候 会 得罪一些人 因为 为什么我们 想讲 世界上 现在很多战争 其实 多多少少 这些战争的开始 是因为 人与人的 indifference 就是他们所详细的东西 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你讲 坏的话 我觉得 战争为什么开始 就是因为这样子 罢了 人不能跟另外一个人 有同一个想法 就造成一个战争 so 世界上 I mean 那些对宇宙 什么都接受的人 他们就讲 就这样子咯 如果世界上 人与人打仗 如果我生活下来 我没有被 那个 炸弹炸死的话 我就活下来咯 I mean 你这样子想的话 是好啊 另外一方面想是 你好像 不 不当作这个是一个 很很可怕 很 很应该解决的事咩 还是应该 intervene的事咩 so 同一个东西 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啦 所以你讲 每个人有自己的意志 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种角度 来讲我可以讲是 每个人有自己的自由 就他有自己的选择 这样子对我来说 会有比较 素器化的一个解释啦 什么有战争 有争斗 这个是因为 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有不同的意见 对 只要一出现对跟错 这种情形啊 其实就已经 这世界就是充满争议了 就不是一个peaceful 你对 我错 我对 你错 哈 这种 就是 这种批判性 当然这个 这个世界又不能讲 没有 没有这个批判性的 不能完全没有 因为 每个人 如果没有这个批判性的 这个 这个 rules的话 这样每个人干坏事 好像都有理所当然 像以前 以前古代 他们会觉得 诶 就是没有 没有一个法治的时代 他们认为杀人不要紧 就是那个 那个很早以前的 可是就因为有法治 才会开始讲 哦 你杀人你就要承受什么罪 这样子 就会有这样子的开始啦 所以 没有对错啦 就是 你 你一个东西产生出来 他有他的好跟不好 就是 都是很自然的现象 比如说 他们觉得 诶 有些人烂用他 这样他就变不好了 有些人善用他 这样他就可以 就是把这个好 他的好 宣扬 给其他人 就是看 用 对于这个东西是 没有坏的 可是 对于用他的人 的方法 好跟不好 就会影响 这个东西 别人对他的看法 对于这个东西的看法 是好 还是不好 像 讲吸引的法则 比如说 巧合啦 很多东西咧 可能你觉得 喂 怎么这样巧的 可是其实是能量的 三法 跟吸引 就是 比如说 一开始 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 他就不会发生嘛 就可能不太 就算他发生了 但是你不 你不觉得 他是个巧合 因为你都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结果他发生了 然后 你就不会觉得这是巧合 可是刚好 你想到了 结果他发生了 这样我们就会称之为 巧合嘛 是吗 所以每个人就好像 嗯 觉得 诶 像我以前刚才讲 诶 诶 我做不到20个人的分 结果邻居call来了 这样可能是因为 他有想到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能量有传递到 或者是 有影响到周围的事情 所以他 当他一起发生的时候 你的那 嗯 那个朋友就会觉得 哇 是有人在帮助他 所以有可能是一个能量的传递啦 所以让他同时发生了 这样子 那如果他想到 诶 20个人的分 其实是很小 我可以handle到 这样他的邻居 可能就不会call到他 就讲 诶 G不需要帮忙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 那种精神 精神分裂的人 就那种有 几个personality type的那些人 I mean 我们 自己本身啦 我们都有personality了 我们生气的时候 我们就是另外一个人 我们开心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人 so 只要 只要我们很 啊 很知道啊 我们 处在 怎样的那种 环境啊 我觉得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自己 多一点 然后 在 在生活里面 你会 好像 刚才你讲的巧合啦 我觉得 那种巧合 是因为你不知道 而发生出来 才变成巧合 如果你曾经有想过 有可能会发生 然后发生 你就觉得 这就是我其中一个 好像plan A plan B 突然plan A 行不成 plan B 自然成 所以你讲巧合 我不是很相信巧合啦 我相信都是 这种 这种是应该会来的 如果你有为他准备好的 你有没有试过你 发梦之后 第二天 跟你 做的梦是 就发生到 你有试过吗 其实这种情况啦 就梦里我想过 然后在真实世界 发生过啊 我觉得在我 整四人啊 我觉得 发生至少十多次了 因为我每次就是 有一种 有一种 喂 这个东西 我很明显 这个发生过了 就有种 那种 déjà vu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你想怎样解释啊 因为我是一个 在梦里面 我可以 控制我的梦的人 所以我要飞啊 乱踢啊 乱乱驾车啊 我觉得 我是做到的 所以因为 我比较记得我的梦 所以刚好 一发生那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以梦的那个情况 就是在真实世界 也在 apply咯 只是 每次 的那个结果 有些 有时候跟我 梦里想象的 不一样啦 因为在梦里 你要什么 他就达成什么 在真实世界 我做出来的时候 好像五十八千 就是跟着 在梦里想出来的东西 有可能是你想要的 发生的东西罢了 我会觉得 有时候 不要讲那些 超乎寻常的那些梦啊 就是那种 你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然后 你梦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突然 有一天 你去旅行 你梦到一 你就发现这个地方跟你梦一模一样 不要讲这些啦 我讲的是那种 真的是日有所值 月有所梦 就好像 你知道你下个星期 会考数学考试 然后你压力很大 然后 你就发梦到 那个数学考试出来的题目 是这个 其实这个 中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发生过几次了 就是我很压力的时候 我就发梦到 我考这个题目 结果 出的时候 真的是有这个题目在 嗯 我觉得这个 纯粹是 概率跟 因为我真的是知道 我后会要考这个诗啊 嗯 就好像就这样讲到这样子 其实你已经是准备好 我这个事情发生了 然后 的确啊 那个题目一直都是在 Syllabus里面的嘛 一定会出的嘛 然后我跟俊亮有一点想像 是 我也是可以通知 可是 它不长 就是 当 我是需要到极度恐惧的时候啊 我才知道我自己在发梦 应该讲 你要逃离那个现状 所以你知道你自己一定要醒 就是 尤其是在我 梦到我肺很高的时候 我只要我要跌死了的时候 我就问我自己 我现在是在发梦 是咧 我就开始 我就可以开始 控制我的梦啊 可是我很容易 只要我的意志力不强的时候 我会被我的梦拉回去啊 因为我试过 梦是一个很特别的 那个 就是我 一个朋友已经有 七年 七到十年没有见了 可是那一晚我就是有 梦到这个人 然后 我就梦到这个场景 然后第二天 我真的是遇到这个人 我已经有七年没有 至少七年没有见到这个人了 结果给我见到他 我真的是吓到了 真的是发生 已经这么久没有见了 当然我也没有去打招呼 哈哈哈哈 你有过去跟他说 诶 我觉得梦到你耶 哦是吗 真的啦 哈哈 好巧哦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在 有时候啊 有些人会有那种 他在遇知梦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 潜意识 已经正在你脑里面已经发生 然后同时跟别人的同时发生 像之前不是有那个百慕园现象那个 就是说 一个岛上面啊 有一只猴子 就是吃那个果子 一个水果 然后 他就是在海边嘛 然后一群猴子都在那边 就是吃那个水果啦 然后他不小心掉到那个海 然后他就下去 捡回上来吃 然后发现 沾过海水的水果比较好吃 然后他们这一群猴子 就都这样子做咯 我摘到水果 然后就丢在海里面 然后这样子吃 结果他们发现哦 在那个岛上面啊 没有这样子的现象的猴子啊 开始做这样同样的事情 就是以前 就是猴子都不会把水果丢在 丢在海 沾海水 然后这样子吃 结果哦 他们已经隔着一个大羊 隔着那个大羊 这边的猴子 也跟着这样子做 就是把那个水果丢在海那边 然后再拿上来吃 所以他们就是会讲 呃 因为我就是看到那个老高的电影嘛 还是讲 就是其实有一种 集体潜意识是发生 是真正发生的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 我们只是知道的是意识嘛 就是我们现在想的东西 这些都是意识嘛 潜意识勒 很难被我们发现的 甚至我们就是也发现不到的 再来一个是集体潜意识 就是你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啊 都有一个集体潜意识 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那个集体潜意识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 想过为什么猿猴进化成人 为什么他们会想要站起来 为什么会使用工具 就是说他们那时候只是猿猴 可是当他们有这个集体潜意识的时候 这几个地方的猿猴一起站起来 就成为人 开始会使用工具 使用火 所以他就是有讲到这个集体潜意识 这一块啦 是我们不知道的存在 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存在 就是意识产生不同人格 然后每一个人格的职业都不一样 名字不一样 年龄不一样 你会觉得 有人格分裂的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讲到人格分裂啦 好像我刚才有讲到 你开心的时候 还是你生气的时候啦 不懂 有时候你生气的时候咧 我自己会认为 我好像有一点人格分裂 我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做的东西 做的举动 还有做的那种决定 好像不会是我在平时 做决定的时候 会做出的结果 只是当我做了那个决定过后 过了好像一个小时过后 我就觉得 我会做这样的东西 这个应该不是我会做的一个决定啊 所以你讲人格分裂 我不懂咧 有时候是你自己 自己意识到 你有人格分裂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多那种 杀人犯的 会用来 什么 会用来做坏事的一个 一个好开始啦 但是通常 普通人类 通常他应该 抓不到他自己 有人格分裂 通常是要别人 要告诉他 就会他自己的意志力 是很强的啦 他好像每天有打坐啊 每天 就是看回他之前 就今天做了什么事 写下来 然后再看回去 有可能他才会发现 他自己有个人格分裂 这样子的一个小小东西啊 说你讲到人格分裂 我不懂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存在的 这个人格分裂 然后你有没有人格分裂 我觉得是 要外在 外来的因素 还是别人 告诉你 还是发觉到 这样子会比较 比较容易发现到 有心理医生来判断说 你有没有人格分裂咯 像呢 有一些罪犯 他们会好像用这个 用这个来 逃脱罪名嘛 但是 就是有 其实有一些 Test 或者是有医生来判定说 这个人有没有分裂 这样子 这样如果真的是有分裂 他们其实是不被定罪的 比如说你一个人格杀了人 但是你真正的人格没有杀人 他们就是把你送去精神病院去做治疗 他身体里面总共有这么多个人格 然后他最可怕的是他讲 因为其实当你变成那个人格的时候啊 你的身体你的样貌都会有所改变的 因为他的最后一个人格就是野兽型 所以他到最后还变成那个人格的时候 他的肌肉暴涨 然后他的皮肤会变得很硬 是几乎是没有东西可以切开那个皮的 他就是讲 当你的人格变成了那个 他不只会影响你的谈吐 你的说话 他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外形 你有听过我知道这个肯定是 肯定不是我错觉 这个真的是新闻报道 他是讲有一个人 他是不知道是哪里人 某个国家的人 他只会说英语 有一天他被一车抓到 一抓好过后 他那天 过后啊 他就可以讲很流利的法语 可是他从来不听就是法谷歌 他也不听 他也就是没有对法语有任何的兴趣的 可是他就很突然的就可以很流利的开始说法语 所以我就是想 我就怀疑啊 其实意识这个东西是可以被转移的 如果像你讲意识转移就讲 人格分裂是因为某个或者是某人的意识转移进这个身体里面 就是一个人体里面有多个意识的存在 人格分裂也不是讲说 不是说是虚幻的 而是真实是这个世界就是有人格分裂之间 这个疾病 算是疾病吗 有 算疾病吧 所以他需要看医生 可能对我们人来讲疾病就是那种少数 会发生一些例外的事情 所以我们用疾病去解释它 其实它不是个疾病 它是个能力 对如果你身体又有什么博士啊 又有艺术家 这样你这个人就是很万能很天才哦 哪里是 你要在好像博士哦 你要他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出来哦 就是那个傻瓜人格出来哦 你也是GG的 所以我现在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格分裂 只是我们一直都是傻瓜人格 哈哈哈哈 天 也是啊 为什么我的人生是这个样子 肯定是我的博士人格还没有出来 因为这种人格出现 老高讲啦 是一定要有 设定的一些东西啊 他才可以出现 激发到他 好像 人受到恐惧的时候啊 一个比较强悍的那个人格 就会跑出来 对啊 所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嘛 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消失嘛 所以如果当你可以控制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厉害 是因为 你不能控制 所以你会觉得人格分裂很可怜 因为没有人可以控制得了 这样如果哪一天你控制得了 的话 这样你是不是很 很万能 很天才 可是如果你可以控制的话 这样子一个人格有一个意识 这样那个总意识去控制这几个意识的 那个是谁 人格分裂就是什么 我现在我是主人格 只是我是我嘛 只是我现在如果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 我会演变出一些人格来帮我承担这个伤 主人格跟富人格 就是富人格是帮主人格去解决东西的 然后又有一个案例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懂哦 那个Billy啊 你可以去看哦 那个24人格的 那个24人格的他就是 他就是主人格 反而他是在里面沉睡了的 然后勒 他整个 就是他有24个人格哦 他反而是 就是会让哪一个人格出来的哦 是他里面的其中一个人格哦 他是主导的 就是哦 他今天要让谁出来哦 是由他来控制的 就是他有那个话语权的 就是他们24个人坐在里面 然后哦 他今天就是谁要出来 是他要他要批准那个人出来 他才可以出来的 就是那个案例就是讲 他是一个好像是美国人来的 然后勒 那个主导型的那个人格勒 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绅士来的 就是英国的那种比较高级的那种人 就是说 这个人从小到大 他都没有接触过 就是这些英国的人 然后他也不会讲这种 英国贵族的口腔 然后他也没有读过什么书 但是勒 这个人格勒 他就是往往跟他 就是完全到反的 就是一个英国人 然后他会讲英国的那种贵族口腔 他可以就是带动着其他的人格 然后去阻止 他不想要让他们出来的人格 所以他24个人格里面 他有10多个人格 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出来的 就是因为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格他不喜欢 这10多个人格 所以他就不会给他们出来的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当然就是杀了人 但是他又因为这个人格分裂 然后被判定警神病院 然后他没有坐牢 然后到最后他们就把这24个人格 慢慢的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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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出哦 就是24个人格里面 他们觉得哪一个人格是 需要被保留 比较比较值得保留的最后那一个人格 然后他们就慢慢慢慢整合 然后大家都同意 就是尽量让他们 就是他一个人格 就是讲是好像是老师来的 就是让那个人格出来哦 然后到最后他就是都可以尽量控制着 就是主要是这个人格出来的 而这个人格不是他从小到大的人格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主要是这个东西 暂时你可以讲是意识 但是也没有科学根据 就是暂时科学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人他们都去check完他所有的家庭 从小到大跟随生活啊 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啊 他们也没有发现到他生命中 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出现过 那些不同的人格是在身体里面 是自己生成的 不是讲谁的哪一边另外一边的人格 转移过来这个身体这样子 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根据啦 就是不懂是自己还是曾经他看过书啊 或者是听过的东西啊 而让他脑 因为也有人讲就是人格分裂哦 就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来的 只是他就是他不知道 但是他潜在意识里面哦 他就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会就是整个人转变就是 就是有另外一个意识出来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其实也不懂他到底是自己的意思呢 还是他从外接受影响的东西呢 就是没有人懂嘛 我刚才讲的转移呢 不是讲一定是从别人身上转移过来的 其实我也有想过一个问题啦 意思转移啊 可以是从以前转移到现在 又或者是 其实我们的时间啊 我们讲哦以前 然后我们讲现在 因为这是我们的时间轴嘛 可是可能有其他时间轴是我们不知道了咧 这样我讲的转移不一定是讲从别人身上 有可能是从以前的你身上 或者是以后的你身上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偷胎跟穿越啊 哈哈哈 也是看老高的一个影片啦 他就是讲 嗯 这个baby 他时常做噩梦 然后 做梦了咧 都是打仗时期 然后就是 他死的那一刻的 那个战绩是什么 他都可以讲到出来 所以这个到底是 真的是他的前世咧 还是怎样 他们当然是有去找 找出来说 是不是有真的这样子的战斗机 跟这样子的地方 人民 这小孩子都可以讲得出来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 这我们就讲到这个意识 他是以前 可以带到现代 或者是这个意识 可以是 是在不同时空上出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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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